大家好 一位专业的摄影师告诉我 他说在日本东京 像这个场所的 这个凤叶 这么如此的漂亮 它如此的美景 从各个角度来评判 从职业摄影的角度来评判 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说这个要说起这个公园 在东京也不算是最有名气 然而凤叶 如此美丽 到了夏季的樱花 也上过电视 所以说 这种环境 可以说我在这里面已经修行了多年 也可能是一种缘分吧 过去我并不知 这个地方的凤叶的美丽 也不知 这樱花的灿烂 像这种冬季 阳光又如此的明媚 所以说 可以说 你人 如果想修 你喜爱大自然 那么 美丽的大自然也就会光顾你 我们的修行 在当今的现代世界 如何做 其实很简单 那么你任何的当下 就是最好的修行 它虽然是有 需要有正念 你需要懂得 需要从各种的经典之中 来获取它的 这种 准则 最基本的东西 因为那种 那种文字的东西 特别在当今的世界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然而 你如何把它融于你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 如何融化为自己的东西 要下一番功夫 所以说这个当下 就是这种最好的办法 你比如说 我看到美丽的枫叶 你实时把你的心 和枫叶 融为一体 那么它就 消除了对立 实际上这也是 修行过程中 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难过的一关 人 总要有判断 总要有思考 然而这个思考 它就是以对立 以概念 为准则的 甲 区别以比 一义 然后才能分 才能 在这边知道 假的特征 特性 假说特有的这些东西 然而 真正的修行 是要去掉 人的这种 后天所形成的 这种逻辑 这种概念 这种思维方法 所以 很难 就要通过 艰苦的修行 来达到 也正因为 因为人有了这种判断 这种思维 虽然 人能够 解决一些困难 这种思维 能够帮助我们发明一些东西 然而 阻碍了 我们 认识 这个世界 更原本的 这种能力 所以说 如何超越这些 那么除了一般的修行方法之外 我们就有一个 所谓的 这种 你把最简单的 就是你把你的心 融入这个 美丽的凤叶 那么你的心 就和这个凤叶合为一体 你的人身体 整个和整个的这种大自然 和凤叶 合为一体 自己 也就是这一片凤叶 这一棵凤叶的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身体 你如果试做一下 你的身体 合与这个凤叶 很容易 然而 你的思维 你的修 你的心 可能就不容易 与它和为一体 那么就容易 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 经常 把自己日常生活中 所做的 对象 以及你所看到的 都能实时的 合为一体 这样 你就会打破 你从生意 生下以来 所形成的那种概念 习惯 那么就会有一种 新的一种心态 新的一种 认识事物的方法 它就会在你的习惯 或者叫在你的脑 更准确具体的说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形成 那么这种 理论上说 就是我们打破 表层 表面意识的判断 记忆这些东西 那么而 进入浅层意识 进入深层的意识 这才是真正 修行 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 除了区别 区出了对立 区别 区出了对立 那就区出了概念 所谓 常中的 不言文字 不言文字 事实上就是 它本来的这种面目 这种东西 那么本来的面目的东西 不是我站着自己的角度 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东西 它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这种客观存在的 认识 就必要有你那个 初 当初的那种心 不是你现在 已经养成了各种的习惯 教养 以及你的 整个的判断能力 分析能力 来达到的 所以说 修行力 这是最重要的一关 如果你能过去了 那么 你以后 可以就可以 勇往直前 刻出各个的障碍 所以说 我们在看到美景的时候 不妨 把自己的心 自己的体 和对方融为一体 那么 这种融为一体了 那么 你的修行 可以说 就已经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关 我值得 一关 过到 过到了 你用你自己的心 能够展现 能够展现 或者能够仰造世界的这一关 这是很重要的一关 这一关 从某种情况来说 也就是一个 也就是一个 雾的一种 那么作为人 那么作为人 同时 同时 也会提高你 与各种周围的相处 这样 这样你的各方面 从指的方面 生命的指的方面 你就会有一个飞跃的一个提升 那么 那么 你在世界上 在你的人生之中 可能就是处处成功 处处和各方面 都会能够得到理解 能够认清各方面事情的本来面目 那么你的人生将是非常幸福 圆满的人生